朋友,为了你的健康,请你立刻停止抱怨 因为抱怨和自我谴责 只会让人陷入负面消极无助的恶性循环里 你无法通过抱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负面消极的情绪和心态 会影响你的思想和行为 使人更容易犯下错误 相反的,我鼓励你感恩和赞美 因为你抱怨时 你是在强调你的缺乏和不满的情绪 当你感恩赞美时 你看到上帝所有的恩典和祝福 赞美就是力量 要歌颂赞美上帝 述说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赞美是力量 颂赞上帝能够使你得到力量 你颂赞上帝时 能够建立起自己的能力 当你敬拜上帝 选择跟随你的牧者 救主耶稣时 上帝的恩宠 平安和供应 上帝的祝福 包括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 就会跟随你 上帝的恩宠和智慧 会帮助你在正确的时间 在正确的地方 做正确的事情 尽管上帝能够启动天使 来帮助你 上帝拥有丰富的资源 如何在生命中 启动上帝的天使 来帮助你呢 诗篇第34章7节说 上帝耶和华的天使 必定世面保护敬拜他的人 拯救他们 当你赞美上帝时 是天使最活跃的时候 主耶稣将敬畏定义为 我们的崇拜 当撒旦在旷野诱惑他时 耶稣引用生命纪 第六章13节的话 你要敬畏耶和你的神 但是他将敬畏一词 改为敬拜 主耶稣对魔鬼说 经上说 你要敬拜主 耶和你的上帝 单单侍奉上帝 耶稣说 撒旦走开 圣经上说 要敬拜主 你的上帝 单单侍奉他 上帝 上帝是灵 所以敬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 敬拜他 要敬拜上帝 把荣耀归给他 要敬拜那创造天 地 海和水源的主 因为敬拜耶和华 是知识的开端 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要认定耶和华 他必使你的道路平直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拜耶和华 远离二世 这便医治你的肉体 滋润你的白骨 当你敬拜主 上帝耶和华时 神的天使 会在你周围 杂淫 保护和拯救你 如果你正经历 人生艰难的时期 因而感到恐惧 请选择敬拜上帝 你的心 会充满上帝的恩典 和良善 神的天使 会像保护盾一样 包围着你 你会因为上帝的恩典 和祝福 而感恩 上帝的天使 会在你面前 保护你 免受各种的危险 什么是赞美 赞美是用诗歌 诵词 经文 圣诗 或其他方式 来敬拜 和荣耀上帝 上帝和主耶稣 是我们敬拜赞美的对象 凡事赞美 时刻赞美 哈利路亚 的意思是 你们要赞美 耶和华 你可以用诗篇里的诗歌 来赞美神 高举他是荣耀的上帝 也可以 大声的宣告和宣读 圣经里的经文 认定他是一切祝福的源头 我们也可以唱 圣诗歌曲 向上帝欢呼 赞美高举主的名 赞美也是祷告的一种方式 祷告是 祷告是 你用心灵和诚实 与神交通 我们可以祷告 祈求和赞美上帝 让神的赞美和荣耀 充满我们的口 我们用祷告祈求 告诉天父上帝 我们碰到的所有难题 接着赞美上帝 敬拜他 相信神的大能和帮助 为什么敬拜赞美神呢? 赞美是承认神的慈爱和良善 诗篇106篇一至二节说 我们向神感恩的时候 就是宣讲他的大能 承认他的良善 神以无限的良善 对待他所创造的万物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谁能说说耶和华的大能 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 神是爱 是无条件的爱我们 天父上帝通过主耶稣救赎你 不只赐给你今世的福气 也允许赐给你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赞美是神的吩咐和命令 神救赎人的计划完美成功 神得到完全的赞美 赞美在启示录来到了最高峰 大卫是和神心意的王 大卫把约柜安放在耶和华的殿中后 派人在那里负责歌乐 大卫照神的吩咐 特别设立歌唱部门 组织唱诗班 他凡事遵行神的旨意 大卫提供四千人乐器 用来颂赞耶和华 这些人在耶和华的殿 唱歌、弹琴、鼓舍 侍奉耶和华 负责歌颂耶和华的歌唱部门 共有两百八十八个人 第三 赞美荣耀上帝能够讨神喜悦 诗篇九十二章第一到三节说 我要称颂耶和华 歌颂至高者的名 用十全情和肃情 谈优雅的乐声 早晨宣扬你的慈爱 晚上颂赞你的信实 是何等美好 至高的耶和华 赞美你 歌颂你的名 是何等美好 耶和华 你的作为使我快乐 我要颂养你所所做的功 耶和华 你的作为何等伟大 你的心思何等深奥 赞美能够得到神的悦纳和祝福 第四 赞美使你得到力量和帮助 赞美是属灵 征战得胜的方法 撒旦最怕的是神的儿女 赞美天父和主耶稣 赞美是属灵的得胜 你赞美天父上帝和主耶稣时 撒旦一定会逃跑 因为赞美是他最恨的事 他会尽力阻止你赞美上帝 请不要因为你的处境和困难 停止赞美上帝 一句灰心的话 会为仇敌开门 一句赞美的话 能将这个门锁上 敬拜赞美上帝 能将仇敌感到远渊的 神而你信靠的赞美 是魔鬼最讨厌的 面对困难的人的赞美 最蒙神的悦纳和赐福 人们的难处 大概有两个 第一种是外在环境和事情的困难 第二种是内在的困难 被人冤枉 毁谱和逼迫 你敬拜赞美上帝时 你的灵超约你的困难 高过你受伤的感觉 很多觉得受伤的人 都是缺少赞美的人 第五 赞美使你的灵命成长 神说 凡你感谢祭 献上为祭的 便是荣耀上帝 那按正路而行的 神必使你得着主的救恩 我们认定上帝是荣耀的王 是一切好处的源头 每一次的赞美 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 信主之后 我们仍然不断通过 祷告赞美 渴慕爱主 我们也渐渐地 从自我中心 转移到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 我们来看看几个 赞美敬拜上帝的例子 第一 约书亚记第六章 二到二十节说 耶和华告诉耶稣亚 他已经把耶利哥城都交给他 上帝吩咐耶稣亚 让七个祭司 拿着七个羊角号 走在耶和华月柜前面 祭司一面走 一边吹讲 军队走在祭司前面 殿后军队跟在耶和华的月柜后面 所有的人每天要一起 绕着耶利哥城墙走一圈 连续六天 约书亚吩咐民众在他下令前 谁也不准作声 一句话也不许说 第七天时绕成七圈 祭司吹响号角长明时 所有的人高声呐喊 城墙便坍塌了 民众便一拥而上 占领了耶利哥城 高举约会代表 上帝被高举 与主同行的意思 祭司吹阳角号 是表示吹得胜之脚 信心之脚赞美上帝 众人绕城时 不作声不说话 表示默然仰望上帝 城墙会倒塌 是因为以色列人认定主 高举上帝赞美神 哈利路亚 奇妙的赞美能力 当你赞美上帝时 他奇妙的大能 就会彰显出来 我们来看看大卫 如何敬拜上帝 大卫面对扫罗王的追杀 躲在旷野附近的哈基拉山中 在人生的低谷时 他选择敬拜 称颂赞美上帝耶和华 大卫王在诗篇第34章说 我要常常称颂耶和华 时刻赞美他 我要夸耀他的作为 困苦人听见必欢心 让我们一同顺赞美上帝 遵从他的名 我向他祷告 他便应允我 救我脱离一切恐惧 凡仰望他的必有荣光 不致蒙羞 我这可怜的人向他呼求 他就垂听 救我脱离一切困境 他的天使必四面保护 敬畏他的人 拯救他们 你们要亲身体验 就知道耶和华的美善 投靠他的人 有福了 耶和华的圣名啊 你们要敬畏他 因为敬畏他的人 一无所缺 雄狮也会忍饥挨饿 但寻求耶和华的人 什么福分都不缺 耶和华的眼睛 看顾一人 他的耳朵 垂听他们的呼求 一人向耶和华呼求 他就垂听 拯救他们 脱离一切患难 他安慰悲痛欲绝的人 拯救心灵破碎的人 投靠耶和华的人 必不被定罪 上帝称大卫王 是和神心意的人 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 大卫王三十岁登基 执政四十年 他在西伯伦统治犹大七年半 在耶路撒冷统治以色列和犹大三十三年 第三 当你面对强敌 完全没有能力抵抗和感到很害怕时 你会选择怎么做 历代志下二十章 记载了犹大王的约沙法 他的经历 有人告诉约沙法王 有一支大军 包括摩甲人 阿门人和米尼亚人 一起从死海对岸的以东 来攻打他 约沙法很害怕 他宣告禁食 寄集所有犹大人 一起寻求耶和华 约沙法尊称耶和华是 主宰万邦万国的上帝 手中有权柄和能力 没有人能够阻挡 约沙法王告诉上帝 他没有能力抵挡 前来攻击他的大军 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单单的仰望上帝 耶和华的灵降在 利摩人 耶和西身上 耶和西对约沙法王 全体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 战争的胜败 在乎上帝 耶和华必与他们同在 上帝耶和华告诉他们 不要因为敌军强大 而感到恐惧惊慌 因为他们不用与敌军交战 只要守住正事 站立不动 看耶和华为他们施行拯救 于是他们都服服在地 敬拜耶和华 哥赫族和可拉族的利摩人都站起来 高声赞美以色列的上帝 耶和华 出发时 约沙法鼓励大家要信靠上帝耶和华 要相信上帝的先知就必得胜 约沙法和众人商议后 就派歌乐手穿上圣洁的礼服 军队的前面 赞美耶和华说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们开始唱歌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派扶兵击杀所有的敌军 犹大人来到旷野时发现 敌军失衡遍野 无意幸免 约沙法和他的百姓 用三天才示完敌军留下来的许多财物 衣服和贵重的物品 第四天 他们聚集在一个山谷 一起称颂耶和华 从此那地名叫比拉加古 直到今天 约沙法和众人 一路弹琴鼓舍催号 欢欢喜喜回到耶路撒冷 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 由大王约沙法在军队前面设立唱诗班 众人歌唱赞美上帝时 耶和华把来攻击他们的敌人完全打败 约沙法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感到害怕的时候 记得学习约沙法王 这个慈爱永远长存 当你面临困难时赞美上帝 他会启动天使来帮助你 神奇妙的大能就必然彰显出来 第四个例子 使徒行转第十六章 二十二到三十四节记载 使徒保罗和希拉 未传福音 被关进监狱的内劳 双脚上了枷锁 又被毒打一顿 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 唱诗赞美上帝 突然间发生大地震 整座监狱的地基都摇动起来 牢门立刻全开 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保罗和希拉向狱主和他全家 传讲主的道 告诉他们说 要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 狱主为他们清洗伤口 请二人到家里吃饭 狱主一家大小都接受洗礼 全家人都信了上帝 充满喜乐 使徒保罗和希拉 在菲利比的监狱 失去自由的困境里选择祷告 唱诗赞美上帝 结果他们不止恢复了自由 还传福音给狱主 还传福音给狱主全家人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不管是清晨还是深夜 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上帝的儿女都能感恩 赞美敬拜我们的天父上帝 十篇119章164节说 我要因你公义的法令 每天七次赞美你 当你敬拜上帝献上赞美时 上帝看到你的信心 你真心的赞美 罪蒙上帝的约纳 天父上帝也会同时赐给你 祂的祝福和力量 上帝会启动祂的天使来帮助你 祂丰富的恩典和资源 会供应给你 上帝的恩宠和智慧 也会帮助你在正确的地方 正确的时间 做正确的事情 敬拜赞美上帝 能够带你给你喜乐和兴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敬拜和赞美 我们的天父上帝和救主耶稣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谢谢你爱我 我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你是惜在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的上帝 我要赞美称谢你 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求你帮助我在正确的时间 在正确的地方 做正确的事情 愿颂赞 荣耀 智慧 感谢 尊贵 权柄 能力 都归给你 直到永永远远 奉主耶稣的圣名 祷告 阿们